根據香港大學先前的研究顯示 有近七成的胸口不舒服的患者 成因不關心臟的事 而當中有五成是與胃酸倒流有關 胃酸倒流的特病症 包括胸口不舒服 胃酸湧上食道 湧上喉嚨 令食物困難、呼氣困難 而這些症狀與心臟病引起的心絞痛很相似 例如冒汗、呼氣困難、不舒服 這些兩者的病症都很容易令患者混淆 所以當有這些病症的時候 應該早點去看醫生作出早點的診斷 胃酸倒流是與食道與胃中間的病患有關係 正常食物由食道進入胃的期間 活躍肌就會收縮 以防止食物湧回到食道 當下食道的活躍肌鬆弛的時候 胃酸就會很容易湧回到食道 而食道內壁沒有足夠的黏膜保護 胃酸就會引起胃酸不舒服 胃酸倒流等等的症狀 首先我們會做不同的測試 去診斷或排除嚴重的心臟病問題 之後我們會做不同的測試去確診胃酸倒流 包括做胃鏡 還有可以做24小時酸鹼而檢查 也可以做質子泵抑制劑的測試檢查 治療主要以藥物為主 包括抑酸劑、H2-Blocker及PPI 醫學指引都建議用PPI去移治胃酸倒流 透過抑制胃逼細胞上的質子泵 減少胃酸的分泌 從而減少胃酸湧上食道的機會 傳統的PPI的藥用時間相對較短 而新型的PPI就有兩段釋放的功效 可以更有長時間去舒緩胃酸倒流的病症 要避免食一些油渣、肥膩、生辣的食物 酸性食物都不應該食刺激性食物 而含有咖啡因的食物和飲品都要避免 最後應該要戒煙、戒酒